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风期开始 敲喘都会多了 所以现在12月开始算是传统敲喘的旺季 现在疫情中间很多人留在家裡 在家里有好也不好 当然希望减少一些感染 但相对有些人常常在家里 家里可能家居的致敏源 或者空气环境都会影响烤喘發作 其实我近期也见到不少可能家居或家里的烤喘病人 都来看多了 即是发作的机会在家里可能有机会更多 也有些机会 那可以一会儿讲一讲 譬如家居里面有些什么的致敏源 或者环境因素会影响他发作 因为今晚我们的主题就是说 有关烤喘病人 如何将那个风险 尤其是发作的风险 是减到最低的 在户外 在室内 或者在自己家里 或者在病院 都是他们经常逗留的地方 是 那我想问一下 譬如说 我们说这个季节 都是比较 说的是烤喘病人 发作都比较多的阶段 那实际上 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防御措施 你会先教他们一下 我想第一 首先 如果你是 本身是用烤喘药物那些 就记住要 要继续用 要带在身 是的 有些就是预防药 每天都要定时吸入 那些有些气管的消炎药 就帮助稳定气管 让它不会发作 那些是要定时用的 那也有些止喘的药物 就可以旁生 那可能突然间 转天气觉得喘 就可以拿出来喷 那他要跟医生指示 要定期要用药 那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你现在 譬如是 开始流感高峰期 那如果是可以的话 当然打一些流感针 就是预防这个感冒 那当然也会有帮助的 是 不过我们很明白 如果你现在 你先来打的话 比较难找到 在私家方面 当然 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要跟你自己的医生 好好商量一下 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在说 有关近期感染的问题 都是大家担心的 那你就说 因为可能home office 多了机会留在家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有关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有没有对我们 烤喘的病人来说 那风险是特别高的 有因的 其实呢 如果你本身是 即烤喘都属于一些 是一种慢性气管炎 那如果你又这么不幸 真的有 就是中了新冠肺炎 那那个肺部的影响 它本身的抵抗力 是比较低 那如果你是 那么不幸 是惹到病毒 那可能它下了气管 发炎的机会 亦都相对会高一点 那所以 其实 如果你说是 就是有烤喘的病人来说 当然 就要做足防御措施 那就是要戴口罩 这个必然要做 那另外呢 就是当然希望 遲些有这个疫苗的时候 希望也都可以 就是 大部分可以有些 长期病患 烤喘的人 都应该接种 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我觉得 就是 都是那句说话 尤其是 他有烤喘的病人 如果是一些中度 或者是严重的 他们都是紧张的 但是要有一个 平衡的状态 我们今晚呢 集中就是讲 如何减低我们的风险 烤喘发作的风险 先讲一下 他有什么的 他的环境 是令到他的风险增加 好吗 首先 譬如在室内的环境 其实 大家知道室内环境 都有很多的 室内 室内的污染物 譬如好像 最通常在香港的地方 就是一些沉满 沉满 就是很小的沉室 在床单 枕头套 或者是梳化衣 都会有的 周围都有 可以有机会 是的 他特别是一些 他喜欢像是 毛绳绳 或者那些 棉质 那些 皮铺 会有的 那 这个是 很普遍的自民园 特别是在睡房环境 很多时候会影响 烤喘 或者甚至是 敏感病 鼻敏感发作 那 再其次 有一些 好像是 那些叫做 那些 那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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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 那叫做 那些一般人 当然 如果他在家里 平日有蟑螂 他应该有 有机会是看到的 那他既然有的话 都不排除 他都没理由不摸 是不是 是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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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 处理好的蟑螂 可以清潔 可以杀蟲 要吸塵 抹地 另外来说 比如 家里面 亦都会有一些 毛公仔 是的 毛公仔 都是 都是棉 那些会养 都是一些沉满 都是沉满 另外 就会有一些 像是毛菌 那些毛菌 通常会在一些 比如 厨房 或者浴室 那些黑色菌边的地方 很多时候 那些就是毛菌 就是黑色菌边的那些毛菌 都会的 有些人 有些室内的盆栽 有些 很多泥 那些 也都会养一些毛菌 通常 比如春天 或者潮湿的季节 它就会 毛菌揮发 那怎么办 比如你刚才说 浴室就清潔 是的 但是在泥里面 那些 所以很大盆的盆栽 其实 就不建议在室内 比如说 烤串很厉害 那特别是 我想是春天 潮湿的那些天气 最好就不要放在室内 是 明白 那你在说室内的环境 但我想在 休息之前 我想多问你一句 是 因为很多现在推广的吸塵机 就可以吸塵门 我相信很多病人都问你 究竟是真的 究竟是哪些 其实吸塵机 那些 有些是有steam clean 那些 是可以帮助的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 也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床单 枕头套 或者你的 梳化套 用热水洗 你可以 床单 用洗衣机 用60度以上的热水 已经杀到沉门 OK 通常一个星期 雨得洗一次 其实效果已经很好的 是 未必需要用这些 特别的吸塵机 因为我为什么问 最近的人向我推销 对不对 很贵的 我就常常在想 是否就是物有所值 是否一定要这样做呢 但你刚才说 就是 我们不是想倒人买 不过我们就觉得 究竟是不是真的 那么厉害 他用这些方法 就吸到那些沉门走呢 是 我想都有效 但是你简单的方法 就刚才说 你其实清洗得密一点 用热水洗 就可以了 OK 因为刚才我们刚刚说 在这一个 整天都留在家 除了你说 担心沉门的各样东西 都接触到之外 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真的会接触到的 尤其是清洁的东西 我们是从来都不省清洁的东西 有一次我回到家 我一回到家 就知道 我的终点姐姐来过 因为那个 消毒药水的味道很厉害 其实 如果有这个 所谓的烤串的病人 这些对他们来说有没有影响 都有的 因为烤串的病人 气管都是比较敏感的 有时 家居清洁 特别现在 是用很多消毒的药水 或者1比99的漂白水 或者浓度太高 都会刺激气管 是 那 第一 就是要跟回那个 指引去指引 你不要说1比99 追到1比50 或者很浓 1比1 是的 有些很浓 还有你用其他的消毒 那些清洁剂 也都要开窗 是 你不要说抹完之后 全部都关掉窗 我记得很多人喜欢用消毒噴霧 周围噴 是 那些是可以帮助 但是你都要用完 要开窗 或者开风扇 确定空气流通 那我都有些例子 就是有很多病人 是这半年 家居工作 留在家里的时间多 都会影响 他那个 哮喘 是容易发作的 都有几个因素 第一 你留在家里时间多的时候 那你会 接触家居的自民园 多了 一定多了 那可能消毒的药物 又多了 又闻得多了 另外有些人 在家里 煮饭洗衣服 也多了 那你洗衣服多了的时候 很多时候在厅 或者他没有骑人 留在厅里的浪衫 那你变了一些 洗洁精 和油酸 减粉 减粉 那些微微清晰 因为都是发酵 就会在家居环境里 吸进去 那你家里又没有戴口罩 那你会有很多吸进去 那如果开窗 好吗 要这么说 开窗好一点 你尽可能就开窗 就是保持空气流通 开冷气呢 冷气都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你都关了窗 你里面循环 所以要多开窗 开一些风扇 就让他空气流通 那尽可能不要在厅里面 浪很多那些衣物 那另外呢 就很多家居煮食 特别open kitchen 因为你煮食炉里面 都会有些会揮发一些化学物体 譬如用很多煤气去煮食 有时候都会有些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尽量令到空气流通 一定要开窗 这是一个很根本的方法 这个陈医生 我们在室内 那室外呢 室外呢 室外来说 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戴口罩 所以都会有帮助 室内很多时候就是 那些汽车的肺气 或者那些是原浮粒子 空气污足原浮粒子 那现在我想 戴着口罩好些 戴着口罩 那大的原浮粒子 应该就能够隔到的了 那你说 譬如去当然 空气污足的地方 那又尽量 多些风险 少些去 我们一直都说 有酵串的病人 如果那天空气污染指数高的话 最好就不要出那么多街 那我似乎听陈医生说 其实我们在室外和室内 室内的风险 其实某程度上 比室外更高 是啊 特别现在大部分都留在家 那你出家就戴口罩 所以似乎室内的环境污染 影响大了些 那我想问一下 刚才我一直都说 是怎样去降低风险 有没有一些有利的环境 除了我们将家居做得很好 保持着那些层门 要一个星期洗一次 那样东西 这些一切都做了之后 我常常都在想 那我们就做了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还是有没有加一些好的元素 令到我们能够在 敲穿发作的机会相对减低 譬如我举个例子 有些人可能会特别买一些空气清新机 类似这样 或者现在很喜欢一些轻式的噴木噴出来之后 好像淨化整个家的环境 我自己都觉得很迷茫 因为里面有很多香味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对的呢 都要很小心 因为里面有空气清新机 我觉得会有些帮助 如果你的范围是比较小 还有现在有一些好像用一些亚氨负离子 是帮助可以减低一些 例如原浮粒子 但是其实简单来说最重要的是 平时吸尘抹地的家具清洁 那会更加重要 是 那你睡房的环境 之前说过 你可以譬如清洗床单 更加一些防尘套 防尘套 就是一些套是盖住那个床褥 然后才加床单上去 预防那些沉满自身 可以这样做的吗 是 都有的 反而这个我自己真的不懂 加了这个防尘套 令到那些沉满 没办法在我们的床上去自身 是真的有用的 有些用的 预防那些沉满在上面 真的繁殖 另外呢 如果有些有香味香氛那些 就要小心 因为有些烤柱米人 是闻到香氛 是容易发作的 就是香氛本身刺激的 所以你说那些噴劑那些 就要小心一点 就是有些香味 可能它加了些香油香氛 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环境 就好像一个在医院里的规格 不过我们就将那些医院味 减低它 就变成香香的 但当中可能有很多 不同的化合物质 都不定 刚才我听到陈医生说的时候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 我们以为自己的家很安全 可能就对烤柱的病人来说 制造了一些不安全的情况 一定要很小心 特别好 我由今个星期开始 我就尝试用六十度的水 去洗我的皮单 那我了解一下我的洗衣机 可不可以开到六十度的水 谢谢陈医生 谢谢你 说得很清楚 当然我们有时候 真的没有留意自己的家的环境 没有人想着戴口罩 这是一个最放松的 最希望得到安全的空间 所以要制造一个好的环境给自己 谢谢陈医生 有机会再来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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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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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